赵博哥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夜景电视 客户说他看着看着 然后就自动熄灭了 那下面我们来查一下他的电压 看哪里出现问题 当拿到这块电源板的时候 我们首先测哪里呢 首先我们要测一下他的保险是有没有熔断 把万用表调到封名档 然后测一下保险是有没有熔断 保险是是好的 那么保险是是好的 那这个开关电源肯定没有很大短路的地方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查上电 测量一下他的电压 好我现在已经通上电了 通上电了 一般我们维修师傅总是喜欢测量这个大电容 看他有没有300亿佛的电压 万用表调到直流档 然后测量一下这个大电容 有345V 说明这个大电容之前这个力波整流这个地方它是正常的 那既然这个大电容有电了 那后面 开关变压器之后 它会有没有电压输出呢 5V电压它会有没有呢 那我们测一下 看他的5V电压有没有 一般测这个后级这个整流管 测一下这个管子 看这个5V明显是有了的 那它为什么不开机呢 那我们再检查一下 既然这个地方有了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地方是00 00 那我们还是检查一下 这个地方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把电拔掉 我已经拔掉电了 然后 检查这个地方 它有没有问题 把万用表调到这个二极管档 测量这两颗整流二极管 看一下 它有没有问题 哎呀 好像是击穿了的 哎对 我反过来测看一下 那也是 0,0,0 应该是这两颗二极管 击穿了 那我们把这两颗二极管 拆出来 然后更换上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已经把它给换上了 然后我们再一次通下电 看一下 好 我现在已经插上电了 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 十四伏 那说明 刚才就是这颗有问题 好了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给装好了 这个 这个电源也插上了 我们插电看一下 这颗指示灯也亮了 开机 开机 亮了 背光亮了 看 好了 这台电视机就修好了 等一下我们给它装起来吧 现在我已经装好了 那就明天客户来拿吧 好 感谢 感谢 大家